大家好我是Chill 我今天剛運動完 所以我再繼續的解鎖一間健身餐 然後呢幾乎每一間健身餐都說 我吃過最好吃的 但一定會有不好的評論 我今天就帶大家去吃這一間 看看喔 一樣是從建宮出來 但是建宮然後轉過來這條巷子裡面 趁著現在要開學或開學的時候 還不用很多的時候趕快把它吃一吃 不然你之後開學的時候 你都不用吃了 全部都是人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這一間 不如蛋計畫 看一下喔 門口的營業時間 進修日 就是他門口菜單 大概就這一些啦 自己看吧 菜單 好 那我就要跟你確認 這個辣味雞胸 餐盒大的加辣味雞胸 加一個多米可味的坊坷嗎 看一下他裡面有什麼 這個花椰菜 然後玉米筍 然後裡面的飯是薑黃飯 然後有這個 還有大泡菜 不錯 金針菇 大概就是一些東西 然後一顆蛋 然後切了兩半 我今天點了一個這個辣味的雞 然後再 我點XL 然後XL 前後會有 150克 然後再加上這個是怪味雞 我也是單碟 怪味雞 這也是150克 怪味雞其實就是香菜啊 然後有些辣 然後醬油這樣子 蠻特別的 好 試試看看 這隻怪味雞 裡面的這個 香菜 然後 蒜頭跟醬油 它雞胸還算蠻嫩的 其實我以前有吃過 它有時候 沒有這麼嫩 然後我在評論裡面 一次有看 有人反應講 有時候 也知道 可能當天有時候 來的點什麼 會不太一樣 辣味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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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辣味雞 什麼都私家辣椒醬 然後它旁邊有提供 辣椒醬 你想要加 你就再加就好 再加一下 味蜂開 試試看 喜歡辣一點 所以你再點原味 然後你自己再加辣 這樣也OK 反正 辣椒醬是一樣 我吃看薑黃飯 我蠻喜歡那個 在裡面放薑黃黃 因為 辣味不太一樣 我覺得比較喜歡 今天吃起來 還蠻好吃的 那我把它吃了這個 花椰菜 超乖可以煮的還蠻 蠻好吃的 蠻甜的 有味道 有一些是 感覺沒有水煮 不過它稍微有一點點 甜甜的味道 可能是有燉過 或什麼用湯燉過 我覺得比較好吃 我覺得蛋 應該是跟大家差不多 蘑水 金針菇 金針菇 它上面有一種 蘑椒 黑蘑椒 它上面吃 你看 嗯 不聽不懂的 金針菇 它也可以是金針菇嗎 它用了比較細的 所以它沒有比較粗的地方 然後我加那個黑蘑椒 吃起來就是還蠻香的 這個金針菇是那種 好吃的 這個韓式的泡菜 像是 大家可以先來看吃辣的嗎 我覺得這一種 還蠻好吃的 好 那我們就先繼續吃 喝一下啤酒 補酒精 這間店啊 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有賣的啤酒 補酒精的 啤酒風味 高淡奶的啤酒 也是這個蜂蜜的味道 喝起來很像香檳 蜂蜜香檳 然後一點點酒的感覺 但它其實是沒有 啤酒 酒精的香檳在那邊 然後因為它們的混合是一個 沒有脂肪 然後它的成分 熱量其實就沒有了 這樣才有11.2克 好重 可以點一下對不對 這個可以 這樣吃起來還蠻複色的 吃飽了 來總結一下這間骨蛋計畫 然後還沒喝完 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可以吃的很健康的那種 健身餐 然後缺點就是它的那個 幼兒變化比較少 譬如說沒有什麼 好像草條 它就是很乾淨的雞胸 那這個就是一提兩面 兩面人 然後當然就是很適合那一種 嚴格飲控的人 好 第二點是它這裡面啊 有賣高蛋白飲料 可以要很絕 然後可以稍微度一下 然後就很方便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這個根本也還蠻 高蛋白飲酒精的飲料這樣子 然後就是可以讓你 麻醉一下你自己 飲控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飲控的人 就什麼都不用 然後啤酒 它像這個 很像那種香檳啤酒 其實感覺起來 就不會有一次那種減肥的感覺 你知道嗎 然後第四點就是 它有我最喜歡吃的椒毛飯 它看你是不是熟不熟 很吃椒毛飯這一點 然後最後一個呢 我們要稍微講下去一點 就是最近我朋友好像有吃嘛 然後就說 啊 漲價漲好多 那沒辦法 因為你現在不漲價 然後讓你整個餐盤裡面的那個 商品的品質 打折扣這樣子 所以還是可以漲 那我覺得如果瓶子 花貴一點 都是很差的 是OK的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掰掰 掰掰 不錯啊 它這個 這樣的熱量 不會很高 淡水不會很高 可以 稍微改善一下 讓你們可以吃 辣醬加飯 真的還蠻好吃的 真的真的 這個特色 你會敢吃辣的話 辣醬加飯 真的很爽 就是我們要吃了 跟你們兩個 坐這東西 憂鬥 壓produ根 我們可以吃 我們都可以吃 我們無量